今天是全新的一天 不管昨天怎麼過 今天是全新的一天 超大天的 電視應該也是我們目前預料最大 也是唯一一間有附電腦 36500天 今天你想怎麼過 我們現在在慶州的四外八十站 所以順利到達慶州了 我們只是剩心耶 好少不要自己 好 我們現在要先前往飯店 看有沒有寄放行李 對 我們剛放完了 然後這一條上面非常多Hotel 如果你要選在慶州的住宿的話 不妨在這條街上找一下試試看 那我們這一個大概走路過來 真的就是大概五分鐘的距離 它離客運就是高速巴士 跟室外巴士都非常近 會台人也很好 雖然小小的 但是它讓我們寄放行李 我們現在就可以去逛了 我們現在在就是我們飯店旁邊的 就是公車總站 然後我們現在可以達500 507 508 然後到達就是大陵月附近 然後因為我們要先去吃餐 餐廳也在大陵月附近 這樣子 好喔 等車 等發車 現在那邊就有一個500 我們正在關注它 對 我們一直關心它什麼時候會亮燈 我們可以搭它 上來環境到了還不錯 上來環境到了還不錯 還不錯啊 可以看上方了 可以看一下 我會點調味排骨肉跟生排骨肉 嗯 還有冷麵 好 小心喔 是什麼那個 有沒有大聲 碳爆掉吧 好危險 對啊 會再上一大跳 今天中午來吃一個好料 吃牛肉囉 拜拜 這個 牛排骨 看了很餓是不是 對啊 然後這個肉很香很嫩 真的很好吃 這超好吃的 我覺得你一定也要立刻先吃 好吃 這調味有點像台灣的燒肉 這個醬 有一點點 有一點 台灣燒肉不是放很多個 有個淺色的 對 有個甜味的 有一點像 這個冷麵的 麵的顏色比較長的不一樣 更細小然後更灰一點 它的麵比較黏對不對 跟昨天那一家不太一樣 細度有點像麵線 感覺也是好吃的耶 嗯 然後也有一些冰塊 那一樣也是有這種 配料差不多 它就是多一塊肉 芥末都是加比較多 嗯 好吃耶 我感覺我的麵 等一下也會再點一碗 我覺得肉應該也可以再點一份 它就是很粗暴的 黃野的 辣醬 直接加那個辣醬 好吃 我覺得這一切太搭了 然後這肉又這麼好吃 我覺得點個十份可能都吃得完 好吃耶 加這個麵 我們可以繼續吃好多 因為 補充說明它就在大陵院旁邊的 一家含牛店 所以你要吃完之後就逛一點 或者是你逛完一點點來吃 都很適合 好 好 現在我們在大陵院 然後這邊就是 也有非常多古墳群 王室的 然後也有王室其他人的 他也有發現很多 這邊的王室陪葬品 然後他的佔地大概有個 好像三萬多坪 所以就是 一個腹地非常大的公園 這邊窗間都很漂亮啊 兩旁都是豐富 這是天馬總售票處 這裡是天馬總 這就是天馬總 那它裡面是可以開放參觀的博物館 那如果你是對新羅王朝時代有興趣的人 就可以買票進去看看喔 這個AR 少了之後 就可以有相機 有變成國王 我在用我的王冠打你 你有看到嗎 那只有一個嗎 好像是耶 你沒有王冠 可以了 可以兩個人 只要在 觀光景點 幾乎都會看到 而且這裡都三千 所以比那邊便宜 對 Thank you 這個 要把它抱成一個 可愛的樣子 對 像一個棒棒糖 這個 這個是酥的喔 喔 真的蠻看的 美中不足就是它這邊是比較濕的 看得出來嗎 比較好像沒有那麼熟 有有它好像那個麵糊那邊還有一點不熟的感覺 對比較濕一點 你有沒有拍到我背後那個建築嗎 有 它就是三星台 然後它也是亞洲最古老的這個史造建築這個三星台 然後它是全部都是花鋼眼打造的喔 你是不是想說有什麼差異嗎 我剛來其實就沒發現它就是在那個 三星台以365個石塊建築而成 代表了一年365天 圓桶部分的27層則象徵27代王善德女王 加上頂部的錦字石 總共有29到30層 這代表了農曆一個月的天數 以窗戶為準 上下各有12層 標示一年有12個月以及24個節氣 然後用這個方式來判斷就是 一些國式要怎麼運作 像是古代的觀察天文的方式喔 嗯 可是它想開直播的地方 欸可以耶 真的是可以 可以在這邊講星座運作 畢竟這也是亞洲最古老的天文台嘛 有些打掃用具 對有在保持正街 它這上面弄尖尖的是怕有人進去是不是 對啊應該是守護它們 可是它這個是什麼杯嗎 嗯 這不太知道欸 嗯 這不太知道欸 飛蛤 雞靈飛蛤 好像在馬喬下 呵呵呵呵 很沒禮物 這個橋呢它晚上的時候是會亮燈的 所以你在晚上的時候來的時候 你可以在遠一點的地方去拍過來 這個照片就會好看 我覺得這是對觀察客極具意義 極具價值的重點在這兒 是有開放時間的 開放到10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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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種種務省部衝進的一個景 對 但是放了也流行樂 有一些小展間 然後給一個小小的公務館 對 上來的感覺還蠻不錯的 这里如果没有特别做这个的话 还蛮适合休息 感觉很适合拿一杯茶 美术馆这样子 就是在月经厂旁边的咖啡店 它感觉有要做成比较新潮的 卖的东西好像比较新 对也是一些蛋糕啊 好像有一种冰淇淋的感觉 我又看了一下 它说不可以有小孩子 哦真的耶 对它这个是宠物跟小孩子性的 所以如果是家庭来旅游的话 就不可能要选择店 它说先点 哦好像是高级饭店 哦好像是高级饭店 然后整个非常有现代摩登的感觉 它就是把那个墙面都用成橘色的砖墙 然后你也可以看到它室内的位置 就是长得非常有设计感 跟以往的一桌四仪那种感觉不同 这就是我点的这个 这一个看起来非常清凉的感觉 应该是五九斤的吧 对它是五九斤的 那我们来尝试一下 稍微搅拌一下 有那个莱姆的香味 然后有一点气泡刺刺的感觉 然后酸酸甜甜 不错蛮清爽的 因为有些Mojito 可能会加一些太多香料 变得味道有点奇怪 那基本上它不会 它就是走路走累了 然后解渴酸甜的感觉 好那看一下这个冰的外包装 是这样这样子 然后它会附一个红豆 就你吃一半之后 你把料吃掉 可以再把红豆夹进去 好我打开大家可能会比较了解一点 一打开大家来就知道这意思了 就是长这样子 这样 你看 这个 内用是四千 外带会变三千五 它给你叉子这样很秀气的吃 对 香草冰淇淋吗 它就是的确带一个咸味 因为我们点的是咸的 可是这是什么味道 我想让你一起来解答这个味道 一般看会觉得是香草冰淇淋 但是它这不是那种小美香草冰淇淋 它有点咸奶油 然后入口即化 乳脂肪含量是比较高的 乳脂肪含量应该是比较高的 那种咸奶油还是咸豆浆的感觉 对 然后乳脂肪应该比较高 所以 应该算有一点特别可以试试看 嗯 我觉得蛮特别的 而且 其实因为你在这边 它 就是大陵苑这整个一带 庆州这一带的景点 都蛮大的 你走一走应该是会累 那累了你一定会找地方休息嘛 需要一家咖啡厅的话 我觉得这个是蛮好的选择 嗯 它很多 嗯 它们豆沙都蛮好吃的欸 我觉得 很绵的感觉 最近就是 很绵的感觉 对 像吃它们的刹冰啊 那个豆沙都不错 都煮的绵密这样子 然后甜甜的刚好 嗯 我就买了一个外带的 只要三千五千一块块 有我们正德的五油 然后里面好像有小年糕 总之有一些小空缆的东西 这真的很轻欸 这是以前王室会派人 把冰块放到这个冰库里面 它就可以保冰 然后它夏天的时候 就可以再取用来吃 等于是一个王室的高级零食 对 可以啦 它如果不是这个用途的话 就会觉得是一个恐怖的地方 嗯 灌起来的话 就会很冷 这样 越想越可怕 我们还是慢慢飘走 毕竟这地方有很多五分 就要来了一大群人 一张三千块 这都是为了看这个夜景 大家人潮在晚上就会有限 东宫愉悦池 它也叫燕鸭池 因为它这个是古代就是 他们要燕请鸭池 鸭池 不是燕请鸭池 是会客来的时候 贵宾来的时候 要燕鸭池 我燕的感觉 鸭池哪有飞那么高 你们有玩那个游戏吗 打猎季节那个鸭池 人家说鸭池滑水 真的是上半生看不出来 下面可能滑得很激动 你需要非常努力 才能看起来毫不费力 嗯 现在在露营吗 对 露营 对我们找到一个点 都不会有人来打扰 因为这边有一个地灯 会从地上有光 打你的脸 就会很像活石 这样子就不会有人来打扰 好跟你一起合照了 很棒吧 很大 超大间 超大间的 对啊蛮大间 是目前住最大的 对啊 目前我们的行李有两个 完全可以放得很好的那一种 你看浴室很大之外 而且它有分两种 有浴缸的 然后跟这边是领域的 然后这边简单都也是有 吸收的 吸头 吸身体的 雾面啊 就是可能如果是跟朋友 还是会有点微尴尬 但是又处在一个 好像又还可以的状态 然后它这边是它的沙发区 就是很空旷啊 你的行李可以到处办 然后你要放什么东西都很方便 对非常大的一个空间 对它空间是我目前 就是住最大的一间 对然后它电视应该也是 我目前遇到最大的 也是唯一一间有附电脑的 它还有附一个 水衣 冰箱 有很多东西耶 这应该算是非常多吧 但是要付钱 可是它这个是要钱的 所以这代表这不用钱吧 这边有很多就是给女生的瓶瓶罐罐 然后还有这种 所以它有牙刷 对 这样看起来 它是有牙刷的耶 所以它是有牙刷的喔 然后我们来看看里面还有什么 两支牙刷 一个肥皂 然后牙膏 然后 这个应该是浴帽 然后 这个 这个 这些东西 有刮胡刀 清洁点的这个 嗯 然后这个也是清洁点 很 对女性很好 shower tower 其实算是非常贴心耶 所以这样总结下来 其实它机能好 泥巴是近 然后又附赠很多 有说饭店会没有附赠的东西 然后再来空间又超大 跟大家补充一下 就是 因为房间内 我们找不到冷气有空气 就下去柜台问了一下 然后发现说 它这个冷气就是 完全是装上空调 是有他们控制的 但是现在天气就是 其实非常值得开冷气 因为现在没有任何风在流动 然后 感觉睡觉应该是会有点闷 所以就会想说 这算是应该 这是个 它的缺点之一 我现在就是超商 还有一些闪亮亮的 招牌 两层 防护可以隔音 我们要拌拌炸鸡 然后是有炸的跟辣的 饭店楼下的 炸鸡 辣酱的 看起来其实还不错 它的辣酱 一开始吃下去 会觉得有点甜甜的 然后后面才会有一些 这个 辣椒粉的味道出来 但是觉得 它的肉有点偏干 反正就是一个热腾腾的食物 我觉得 以效率来说还不错 原味 我觉得它的 有好吃一点 原味比较好吃 所以还就是我吃的 这部位是腿 偏腿 就是因为它的皮 我觉得还算 有吃起来 有个酥脆感 吃得到肉汁的 所以也许吃它的原味 是比较好吃 就在我们隔壁而已 方便性来讲 这个是第一名 也还ok啦 不算是神奇美味 很疗愈的食物 可是就是 因为我们也没吃晚餐很饿啊 所以我就可以带回来吃 我想要试试看 你可不可以找到台居 诶有诶 有 找到 那我们来听一下 你就是会听到 那个熟悉的台湾口音 还是会有韩拼 人选之人造浪子 诶是台湾 韩国之旅 即将来到最后一站 釜山 接下来还会走访三个国家 体验23座城市的风情 订阅36500天 就不会错过咯 虽然更新速度 可能会慢一点点啦 订阅订阅订阅 掰